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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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MyRadio全方位網台節目製作課程 第二期開始招生 截止日期是這個月底 10月31日 開放日期我們暫定在1月6日至2月11日 在普羅來政治學院上課 第一期我們舉辦網台班 其實報名非常踴躍 也要經過篩選 因為教育署規定 我們學員人數不能超過一定限額 因為消防條例 我們不會犯法 免得被趁街舉報 大家如果有興趣 這個網台節目製作課程 就很快報名 因為這次跟以前有點不同 以前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很明顯的政治取向 普羅政治學院也好 MyRadio也好 似乎為某一些政治立場的政治團體 去做宣傳 但是自從去年9月選舉之後 MyRadio也好 普羅政治學院也好 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 商業運作 所以我們會開放給其他 就算他跟我們未必是同樣的政治光譜 的人 我們都會接受他來參加這些班 所以預計報名的人都會多 所以大家最好如果想讀這個班 就盡快報名 你報名的時候 只要填多個報名表格 就電郵來普羅政治學院的油紙 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比喘字 我們還要面試 大家看我們的通告 就寫得很清楚 我在這裡呼籲各位 最好就快點報名 總共上十二堂 每堂兩個小時 逢星期六 這個六點至八點和星期日 下午三點至五點 另外還有實習的時間 會另行安排 希望大家快點報名 押滿即止 梁錦祥一周時事 主持梁錦祥 好,回到第三集 就算在講普京之前 其實我們也要再更新一下 就是耶路撒冷現在最新的局面 在看這些外國新聞 其實他們都是報的 而且報的份量都相當重 但問題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新的 你們可以去那些 即是你繼續示威 問題就是 示威之餘又如何呢?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惡性循環 每次都是示威示威 然後雙方衝突 然後有幾個以色的士兵受傷 然後有幾個巴黎人 其實已經死了人 其實死人 其實死人也不是說 有什麼新鮮事 對他們來說 因為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 我覺得如果 如果 你只看 日本和韓國人 都味道這麼僵 因為日本和韓國 可能是一個歷史問題 但是 宗教加歷史 對他們的仇恨 你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在童年 要經過這麼高 這麼大壓力的生活 他長大了之後 的人會是怎樣 你目睹這些東西 如果你長大了之後 你會對世界怎樣看法 很多東西 就不是我們香港人的生活經驗 可以體驗得到的 剛才William說的東西 我相信也是一個真實 你看過新聞 你可以看到 示威 傷亡 然後恐怖襲擊 就是一個循環 一直循環 你怎樣出現這個循環 我相信這個世界 沒有智者可以告訴你 沒有人能解決這個問題 再加上確實地 這個地方本身是猶太人建立的 更大問題 如果我們更加極端 極有的人會覺得 這班中東人根本就是殖民的先驅 當年在六七世紀開始 推到中東 推到北非 將古埃及 古波斯 古中亞 即是那些 其實現在的人不太知道 埃及人 現在不是那時候 完全不是那時候的埃及人 所以有些歷史學家 將它分成 古埃及文明和埃及文明 人種、文化、文字 完全是兩種 你如果比較公明的去說 英國又何尚 英國最早的所謂 古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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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沒有的 連Celtic都不是 那些人 死光了 沒有他們找不到痕跡 接著才有所謂葛伊特人 然後葛伊特人 就去了蘇格蘭 威爾池那邊 即是邊緣化了 今天都混了 都不是的 因為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你剛才說的部分是對的 是混種的 但問題就是 例如香港的個案 問題就是 你自己有很強的文化形同 因為你自己的畫 即是自己的講話 即是自己的講話 其實待會我們也會講講 就是加塔龍尼亞 也是那個問題 然後Celtic之後 就是Anglo-Saxon 沙哈順人 沙哈順人 大家要留意一下 沙哈順人從哪裡來呢 是德國 是德國 因為到現在還有兩個縣 一個叫Anglo-Saxon Saxon 應該叫 Anglo-Saxon 之後又有 那幫是法國佬 那幫是Normans Normans 這些古代歷史 如果你計算那條數 真的永遠也計算不完 剛才我們說的 加塔龍尼亞 在現在這篇報告說的 就是在內戰之後 佛朗哥上台之後 他們那個地方 是不可以在學校裡面 在官方裡面 是不可以說加塔龍尼亞話 當時有一句西班牙話說過 是 不可以說 是 不可以說 這個內戰那幫人 現在都是訴苦 就是 他們不可以說 在學校不可以說 博企繼續堅持說這件事 這個我們感動身受 可能遲多幾年 學校就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粵語 廣東話 只是說普通話 其實很奇怪 剛才跟你說 因為我在街上走 見到一些中學生 我們以前的那些 一齊 一齊 現在不是的 我超年 他就說 我轉頭看 幾個中學生 但有些人自己說廣東話 他心想 喂 大哥 搞什麼 完全跟世界過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考驗 你不就像加托尼亞這樣 按住你這麼多年 你都 不是 他那個說話 就是原來 後來是完全 他們有一些子女 是不懂得說加托尼亞話 是要他們上一輩子教 不過他肯說 這個就是問題 如果剛才我們說的問題 如果香港出現的話 下一代 你教他講廣東話 他會不會說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 我自己很大的疑問 廣州已經有好例子 是啊 那你看到就是 那這些不說了 這些太遠了 我們來講回普京 那講普京這件 反而我就想提一段新聞 這個也是今日的 就是英國衛博一段新聞就說 英國軍事的負責人警告 俄羅斯竟然有能撤斷 這個北約國家的互聯網 那個證據哪裡來呢 他說原來現在在歐洲和美國 大西洋那段光纖的 即是海底的光纖網路 那個範圍 不斷有俄羅斯的船隻在游役 那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可能是語出驚人 就是說這個俄羅斯 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一旦有意識上來的時候 它是弄斷的 我們不需要一定相信這段新聞 但是一件事我們要不斷去想的就是 俄羅斯今天 它有選舉 但是它跟西方國家的關係 從來都沒有好過 其實從來都沒有好過 從來沒有好過 提名 肯定有啦 不用說 幾倍都有 就是這樣說 這個選舉是3月18日 我應該那時候在俄羅斯 你應該是俄羅斯 是嗎 我看看可否有韓國之後 又可以有個同一個地方 訪問保護 訪問 我不懂俄文 對不起 因為俄羅斯人 一聽到英文 我自己親身 走 不是走 打你幾次 我試過幾次 在莫斯科 因為我很不懂俄文 我只懂一句 兩句 Спасибо 一定 當然幫普通話 那時候更差 他當你是中亞人 俄羅斯特別在莫斯科 他們很仇視幾多人 黑人 黑人 第二 講英文 特別是 Well I'm from America 那些就糟糕了 美國人 第三類 唐人 還有一類中亞人 他經常把唐人和中亞人 差不多是全人類 全人類 他連斯拉夫人都歧視 我問一個保加利亞人 他在那裏造影 他都不當我是利斯拉夫人 他一聽我的口音 就知道我不是俄羅斯人 總之是仇害 極度牌 極右 香港那些不算是甚麼 他那些真是兜家兜口 你不認識他 他都不認識你 一旦你一拳到你 這是女見不鮮的事情 俄羅斯這次選舉 其實有人認為 普京再做下去 他可能做到他 就變成一個終身的一個 這個很明顯 他是想終身做的 因為那個制度用了這件事 他做兩屆 然後他去做總理 做完總理 再做總統 他推了梅德偉傑夫出來 下一屆不是梅德偉傑夫 總之就是這樣 他做哪個位 就是那個位 就決定俄羅斯的命運 就是這樣簡單 看他很健康 他看他的樣子 他真的可以做很久 他真的給你感覺 他是一個很強勇的 由他在90年代開始出來 KGB 甚至早期的照片 加上他的身形 他的神態 不像一個六十歲的老人 我覺得他真的有一個很強硬的形象 甚至乎是俄羅斯人的性格 就是戰鬥神相 這些是很威脈 如果你找到那些 那些他就不投 他一定會怎樣打獵 我想他們現在真的很討厭 戈爾巴喬夫 真的有很多書 關於前蘇聯解體之後 其實很多俄羅斯人是很生氣的 他們覺得不應該解體蘇聯 因為他們很勉懷 就是當時前蘇聯 可以成為世界唯一一個 正面與美國交鋒的國家 甚至乎是可以將俄羅斯的文化 推廣到東歐 到高加索 中亞 到今天還有少量的 其實他們在中亞那裡 已經是吸納了這些加環共和國 簡單來說 他們是勉懷當年 蘇俄帝國的好一面 但是一說到 真的走回蘇俄帝國那邊 他不肯 不要教 那時候也沒有臉書 大家都糟糕 有青線 這些就要公號龍 但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我一直都堅持這個觀點 無論俄羅斯是 共產主義也好 資本主義也好 民主也好 獨裁也好 他和西方的關係不會好 這是他地理環境 決定了這個 因為他周圍被封閉 去到東面 如果不是當年 這個滿清帝國那麼順灘 基本上他連出那個 拿過暖水廣的帽 拿不到 在這邊 他又被整群歐洲人封閉 他近三年 透過克里米亞這件事 終於拿到一個黑海的不動廣 才能夠出來 才能夠出來 是呀 才能夠出來 這班人 阿姿阿朵 所以俄羅斯 大家不要寄望 他的政治制度改變 他和西方的關係 但可以反過來說 由於他和西方關係 這麼差的狀態 影響到他很難 真的會造就民主制度出來 因為他覺得很需要 有一個高舉民族主義 夠膽和西方國家抗衡的強人出來 他寧願不要一個民主制度 而有這件事 因為這牽涉到 他所謂民族專業的問題 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離地的題目 因為 中國未來走的路 應該是俄羅斯今天走的路 他可能有之一日 他會放棄這個社會主義 因為實際上已經不是社會主義 我都沒有 他需要現在改這個詞 我聽過的說法是怎樣 實際上是在談 這個應該是習近平自己想出來的 就是改這個社會主義招牌 用孫永山這個 他後面的前代字 他好像今天這種俄羅斯的制度 就是一個強人 他可以透過一個 一人一票選舉的制度 是永遠擁有權力 但是他後面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將這個 昔日的俄羅斯 蘇俄帝國或者以前的中華帝國 那種世界的地位 可以跟美國抗衡 甚至將美國取而代之 給予這種希望的人民 有個說法就是 其實習近平是想做這件事 亦都視普京唯一一個 仿後對長 這個就是薄熙來 在他臨入獄之前說的說話 我無意做中國普京 實際上他說的是 習近平是想做中國普京 只不過現在因為黨內太多阻力 所以他做 未可以正正式地去 所以剛才我們說到 無的放肆 簡體字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會被取消的 甚麼?拼音? 不是 恢復正體字 很難 有些東西cancel了 你要學浪費的時間 但你有留意這件事嗎? 習近平簽名時是用正體字的 認識的 很多人都認識 很多人都是正體字的 江澤民簽名時都是用正體字的 葉劍英的兒子 葉選平 我在廣州看到很多提詞 全部都是用正體葉選平題 甚至廣東比較多正體字 他們很多簽名 甚至乎現在開始復興 我不是Boward Spin 我只能解釋了 書法 我們不是Boward Spin 因為後面講到的 就是 你不要覺得這是回歸中國文化 它是用中國文化的 作為一個支撐獨裁的理論根據 因為共產主義已經不能作為一個長期支撐這種獨裁的根據 第一個原因是全世界共產政權差不多倒台 不倒台的都是假的 他自己都很清楚自己都是假的 所以如果真正是面對現實的人 其實他會想的一件事就是 當這個招牌還用不到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真的可以騙人的招牌呢 這當然是高舉所謂民族主義這件事 所以你看近期的就是 譬如紀念南京大屠殺 我不是否認紀念這件事本身有問題 紀念不是問題 但是後面的動機就可以去猜測一下 沒有什麼事 動機就是要恢復民族的尊嚴 恢復民族的自信心 恢復民族主義 不過目的不是提高整個文化 是要支持你繼續掌權 直至你死去為止 這個就是普京現在做的事 而且他考妙的地方就是 你挑戰到他 他真的合法地去選 他跟足制度的要求去選 但問題就是 後面這個潛台詞就是 他跟西方的關係繼續去僵持 叫僵持原因 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僵持 國內的人民是不會覺得一個強人 是有意思的 因為這種感覺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家來欺負我們 我們要找一個有力的人士出來抗衡 現在俄羅斯就做了這件事了 這段新聞給他看一件事 就是循例 另外一個William要說的就是 俄羅斯現在控制了幾多歐洲的天然氣 多不勝數 至少一半以上 最近有什麼例子顯示這件事呢 正前天 在奧地利的一條輸油管 天然氣 突然發生了爆炸 死人 這件事很搞笑的 奧地利的影響都不大 反而搞到意大利是和他隔了國家的意大利 奧地利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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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利沒有事 另一個利是怎樣 這句浪漫國家就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是嗎 為何沒有人報的這件事 現在香港的電視台一打開看 香港已死 在喊 也不會報太多國際新聞 甚至乎有一些近期大家未必知道 就是伊拉克的亞洲戰士 官方宣佈結束 他已經將整個伊拉克的領土收回 也不多人知道 也沒有人有興趣 沒有人有興趣 這件事 簡直是你可以看得出 意大利人口不太多 都可以因為一條油管 如果一條油管 十條油管 五十條油管 所以這件事證明 普京是看到這條路的 他走這條路 他真是捏得住歐洲 他捏不到美國 只是捏到歐洲 對 捏到歐洲 因為美國和你還隔著 如果美國和你最正面衝突的是阿拉斯加 不可能 以前 但是你想想 俄美今日的共和黨執政之下 你會不會還有這些 好像奧巴馬時期 冷冰冰見面 都不會 你看回歐盟和他 在烏克蘭問題 已經擦槍走火很多次 但是歐洲 歐盟簡單來說是投鼠忌器 他根本就是一個投鼠忌器 他看到你欺負就欺負 他從來不欺俄羅斯人 現在欺負英國人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他不是欺英國人 他欺負希臘佬 他只想說 其實欺賴不響這麼簡單 剛剛我第一節說 欺人有沒有錢脫歐 你有沒有一萬元何元 你有沒有 沒有 就是這樣 你見了這些組織 就是 看看他能不能欺負加達隆尼亞 一定是欺負的 一半 他沒有將加達前主席 遜返西班牙 現在加達的選舉都來了 選舉近年, 很多人都不能參選 DQ了 這些是軟性DQ, 混了馬德里 根本不能回到他, 他不能進入參選的程序 不能回到加塔龍尼亞, 軟性那種, 不用硬一點, 軟一點 這次要看加塔的選出來, 人民是否仍然偏向獨派 多於統派那邊 加塔在2018年的走向是怎樣 我下不了定論, 年尾, 歐洲聚焦反而是恐怖襲擊 這個月都是高危 未來三個月都是高危 而且我們的意思不是像上星期在紐約那位 紐約那位是小儀科 第一, 他是一個綠卡人士 孟加拉裔 家裏透過移民去取取綠卡 他的家裏是美國公民 因為他是單獨反案 這些是不專業的, 引爆炸彈自己燒傷 這只是前菜 暫時還沒有針對美國的本土行動 我反而覺得歐洲是最恐怖的 歐洲是最高危 因為落腳的時間長, 網絡也很緊密 如果不是一個人做, 或幾個人做都不會事前洩露 不是, 我搞完你, 今天兩點鐘在法國搞定你 跟著走吧 我三、四點在德國, 四、五點在斯洛伐克 你吹得個帳, 找不到我 到尾, 俄羅斯這段給我們的教訓是甚麼呢 如果德國不興起的話 德國現在還維持這種狀態的話 俄羅斯一直會援援整個歐盟 他就有足夠的條件 跟美國在多方面去抗衡 他的check imbalance 我時覺得每一件事都不能夠過分強大 你看歐盟就是過分膨脹之後 已經出現很多問題 歐盟的過分膨脹沒有武力上 沒有軍事上的backup 只是經濟的一個圈子 要跟俄國人去玩的話 歐洲只有一個就是德國 德國一直維持這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狀態 俄羅斯和普京繼續玩 一定的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已經過了五分鐘了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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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